BGM 其實跳舞是永無知 地學下去的 他们以前也曾经是一个变称 不敢能够用正脑 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发放 他们的能力比他们想象中大 没有他们我不会坚持到现在 我希望跳舞可以成为了成熟 我们龙人的身体是可以跳舞的 只不过我们听不到音乐 我们想展示给人看到 我们虽然听不到音乐 我们一样可以做得到跳舞这件事 而是能够将龙人的文化 就是共荣的信息可以带出来 也会给人和龙人多些的合作权权 可以一起享受这个无声音的艺术 在旺角行人村中区 经常有人表演街舞 在别人眼中有一些觉得好潮 也有人认为是不羁 但是对于表演中的这帮 曾经走错方向的年轻人 在这里跳舞是代表着他们的重生 用汗水甚至是血水 希望筹集旅费去德国比赛 我们去德国的数字目标是要12万 因为我们是为了去 这里10个人买机票的钱 而且我们每周都会在这里做街头秘链 他们就选择不向家人拿钱 不想加重家人的经济负担 靠自己努力的成果去拿出来的结果 才是他们最得罪的 而且在这里的地下是很粗糙的 平时我们有些高难度的动作都会弄傷的 但是这里比平时连继续很容易弃生 例如流血 我都很感动 因为不是每一个小朋友 或者年轻人也可以像他们那样 在街道 然后他们很故意 或者你看到我 都不会跳 就是第一种感觉 我也不会跳下去 能夠在這些這麼漂亮的柚木地板上跳舞 並不是理所當然 積極協助邊緣青年的協青社 就為這群年輕人提供了機會 而令他們深切反省以往的放任 而他們也透過跳舞 獲得前所未有的正面評價 功課就平時都已經少做了 多數都是在學校抄襲人類的 他們在學校很多時候可能就睡覺 或者因為在學校沒什麼成功感 所以有很多時候都不太想上學 或者一上學都是完全不上課 學校老師或者同學都是 當我是不專心、不努力的學生 其實我未跳舞之前 我是一個整天顧著玩 就是完全沒有目標 只是上課睡、按電話的一個人 透過學校的一些跳舞班 我們認識到他們 他們也找到自己原來 跳舞這件事令我有自信心 可以找到我的成功感 原來我在學校跳舞會有掌聲 老師也會對我零眼相看 跳舞之後落回微台 說我很厲害 或者怎樣也好 都增加了很多自信心 他們的能力比他們自己想像中大 也是我們中心所做的事 其實有夢想 只要努力 一定可以做得到 這班年青人各自有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經歷 由內地移居香港的Ron 曾經接觸過毒品 在那時我在大陸讀過一年中一 在那時我已經有接觸這件事 讀這件事 然後來到香港 剛開始可能有些人不熟 但後來跟那些人熟了 都可能跟那些人一起玩 之後他們都會問我 要不要吃煙 或者如果你想要上課 那些人可以找我 那時他有空沒工作都會吃煙 然後早上上課之前很準時 不過是去玩遊戲 打一個小時才上課 放了學嗎? 放了學還可以去玩 Ron跳舞之後 個人長大了 懂得想了 他算是我們隊伍裡面 會說多些話的一個人 他會提出一些意見 給我們 我認識到他們 每一個人最少都有三年時間 今天這件事 真的不是一句半句說得完 太多 我們一起被人罵 一起又不認識 那件事學到認識 但我想跟他們說的話 就是我真的很愛他們 不僅是朋友、隊友 但我真的當他們是家人這樣看 希望我們有更多個十年 另一位成員那帳 所有高難度的動作都應付前語 跳舞從來難拒不到 但一力欠本書就變得一籌莫展了 要抹書的時候 每個同學溫緣 溫得好了 那我繼續溫 到最後 老師說要收完一本書 那時候我才去收完一本書 那我硬去背 其實 都背不了 都是差一點 其實 努力 換回來也不是太好的理想 所以就有一點半放棄狀態 對於上學這件事 可能他有讀寫障礙 但這件事不代表他去做其他事的時候 是對他一樣阻礙 反而是對他自己的推動力 人生路上總會遇到一兩個自己 阿隆認識了他師父阿齊之後 他知道自己再不是孤軍作戰 我記得那次的比賽 我是拿第二名的 阿齊也看到我很不開心 第一時間不安慰我 其實他罵了我 他也指出 其實這次比賽你不是輸給別人 其實你輸給自己 那你跳舞不是為了別人來跳的 你來跳給自己看 他跟我說你要 FIRE WORLD FIRE STYLE FIRESELF 很深刻 我記得到現在 不過不知道他能否認識 他現在在舞台上 他會感覺到自己 即是有一種光芒在這裡 所以他會給自己很多信心 繼續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去跳舞 我們給他們一點掌聲 地平線 HORIZON HORIZON 每當音樂響起 這些年輕人的生命力 就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來 在舞台上 HORIZON的每一位成員都充滿自信 將自己坦白地展露在陌生人面前 好 給點掌聲HORIZON 其實我們HORIZON 都會在旺角行人專用區 那裡做街數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籌集女費 我以前很小膽 什麼都不會夠膽做 不會夠膽說話 不會好像剛剛在下面 這樣說那麼多話出來 讓大家知道我們努力是怎樣 謝謝大家 謝謝 很多人認為 編清的問題是源自他們自身的性格 但其實父母離意 才會令到嘉儀行為上出現偏差 爸爸媽媽那段時間 因為有些事 所以經常吵架 甚至乎打架 晚上他們打架的時候 又報警 所以搞到第二天都不肯去上學 還有哭 不斷地哭 所以真的不想上學 在學校跳舞之後 可能參加了Dance All 所以想上學多些 因為跳舞的時候 可以不用想家裡的事 學校跳舞的朋友 都會叫我分散注意力 不讓我去想 跟阿將一樣 嘉儀的轉變 也是因為 幸好得到良師的引領 而嘉儀也樂意作為後輩的一面頸 而我所知 他們在Horizon 其實跳舞的要求都是高 不多不少都會告訴同學 其實如果在外面 你真的這樣 那麼差的態度 人家是不會侵你環繞 因為他去了Horizon那邊去學習 另外就會去了不同的地方交流 以他這些經驗 我們的同學生 都會以他為目標 另外一件事 他是不介意 他站出來 會幫我們的學生 收拾好一些毛 或者是告訴你 你這樣的態度不對 去指正 真是想幫隊伍進步 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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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這裡 這裡 這是中馬 在未加入Horizon之前 這些年青人 未試過很認真地去做一件事 為了一次又一次的籌款表演 他們都很用心 一早做準備 特別提前出發 去到行人尊重區霸位 他的作用可以說 給一些可能現在屬於編清的朋友 知道的 原來他們以前也是一個編清 可以走回正路 是一個很正能量的發放 其實我想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都體驗到很多人去幫助他們 將來他們他日有能力的時候 亦都可以繼續幫助其他人 社會才可以繼續進步 其實跳舞是給毛子音學下去的 我們的目標就是 每年都可以十個一起出國 去不同國家 跟不同的舞者交流和比賽 這十個年青人 在朋友和恩師的支持下 用了半年時間 將他們的夢想實現 集得超過十萬元的旅費 踏上清徒 他們深信 這次德國之旅並不是終結 反而是一個美麗的開始 希望可以將這條船 一直維持下去 進步下去 很多最遠的地方 好像我們隊船的隊名地平線 突然無盡頭地走下去 要舞出真我 舞動人心 溫泉是一個 的